中藥香包 公醫有中藥香包 主要是讓人們聞 儘量拐一條頸或比較近鼻子 只要鼻膜吸收到病菌 便很容易感冒傷 如果用鼻子吸收到藥材的味道 便可以防止疾病發生 細菌滋生 令身體合理地提高免疫力 我建議有些藥是比較方向 警戒、防風、霍香、白豆扣 但藥最重要是越散越好 因為越散越出味 聞到它的功效 吸收到的功效會比較好 正常一百香包 通常不下於綠客 每樣九至十克差不多 霍香、蒼術、佩蘭、白豆扣 有些人本身的抵抗力很差 可以用北祺、小茴香、花椒、丁香 這些都是提升抵抗力 我剛才說的就是會比較 令鼻子不太容易沾到細菌 我們有一種產品叫鼻紋身 其實就是令鼻子的黏膜 盡量把一些髒東西排出來 或者把細菌排出來 令鼻子不太容易黏附到細菌 黏附到一些病毒 從而令我們不容易染病 以及可以跟著鼻豆炎 食療在中醫養生方面 是佔了最重要的一環 如果在這個疫情期間 我建議不要煮一些比較偏涼、偏熱 我自己建議一些比較保守的糖水 但也是非常有效的 正常我最喜歡的 我自己都很常喝的 五指無塗、檔心、白盒、點豆、陳皮 這些可以比較提升免疫力 但是五指無塗最好的 液氣、補虛、化濕、劍皮 檔心、補中液氣、扁豆、去濕、陳皮 都是我們醋濕化痰的 因為始終香港的天氣比較潮濕 很多人就算是 不是說怎麼喝甜的東西 都會有痰 因為天氣的氣候比較潮濕 還有八盒、八盒、銅鑊 都可以的 都是比較潤肺 因為我們只要肺醋的話 就很容易會有肝咳的情況出現 我們盡量避免 不要有肝咳的情況出現 就是肺盡量會比較滋潤 會比較好 其實為什麼我們容易 攝傷、凍傷 或者容易打癡 其實全部都是跟肺有關的 只要我們的肺氣不足的話 其實就很容易會點病 所以我們最好提升我們的正氣 都是那句 孕婦、尤其是頭三個月 感冒發病的人 還有腫瘤的人 都盡量不要喝這些湯水 如果有人患上了感冒症 或者咳嗽症狀 其實食尿 或者是中藥的香包 其他保健的東西 其實就不是比較適合的 我反而覺得 所以就馬上找身邊的中藥師 才會比較好